迎接后疫情时代经济活动逐渐复苏 各种商业车需求大增 为此30个运输相关工会结合台中市政府 以及交通部15号到18号在屋日举办 2021台中商业车博览会议 展出卡车、巴士以及机械车辆等等 还有氢燃料电池车与自动驾驶实验车 让民众与运输业者能够更了解未来的能源移动方式 影片为辛苦的各种运输驾驶致敬 谢谢他们在疫情艰困的时候 持续为台湾经济而努力 也宣告2021台中商业车博览会 这天在屋日展开 让国内消费者更能深入了解商用车市场的产品 在这个展览的会场 大家可以看到各个国际知名的运输 至少这个汽车的厂商 他们所研发所制造出来最新的车种 以及最新的科技 应用在这些商用车上面 全部总共台湾有超过30家的运输单位 运输工会来携手力挺 因为他们希望的不只是产品太大碗 更希望好的产品、好的科技 可以让大家了解 主办单位邀请30个运输相关工会 结合台中市政府以及交通部 除了展出卡车、巴士 以及机械车辆等等之外 还有氢燃料电池车 与自动驾驶实验车 让民众与运输业者 更了解未来的能源移动方式 这一次配合这个展览 我们规划了有八个方向的论坛 我想大家知道轻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智慧运输的应用 还有我们特别宣导游览车的安全 另外有智慧的车辆的检测 相关的人才培育教育训练 主办单位还举办多场的研讨会 跟产观学各界来做交流 而这场博览会除了商用车市场业者 有了推广自身产品的舞台 也能够直接向民众沟通 创造颠覆传统的意识形象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